5月21日,恒大音乐旗下自习室女生周子妍在北京召开首张个人专辑《路过青春》,全国媒体发布及赏天会。 现场,19岁的周子妍以别出新材的迷你音乐剧的形式,为大家呈现她的新歌。 开场以专辑的三首概念曲目《萌芽》《花开》《果实为线索》,结合演唱、表演和念白, 让周子妍用多首歌曲串联起七零、八零、九零不同阶段年轻人在青春岁月里的故事。 在发布会结束后,我们特别采访到了周子妍,让我们感受19岁的她所正在经历的青春。 我觉得青春这样一点,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的解释,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轻车, 然后我现在就是在走我的轻车,每一天都是在路过它, 所以我用专辑把青春进入下来,我觉得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。 没有恋爱有暗恋,对,而我喜欢的这首歌呢,它其实就是讲的一个暗恋。 就是至始至终我还是没有说出来,就是我喜欢人家这句话,所以就写了一首歌表达一下。 不过估计那个人到现在也不知道,我喜欢多他的。 其实一开始也觉得这个命题有点大,因为觉得自己的年纪还是挺小的,不太能够完整的表达。 这张专辑的制作过程很长时间,大概有三年多的时间。 所以其实在这三年里,我也一天一天的,一点一滴的,正在路过着我自己的轻车。 现在觉得这张专辑的名字,路过青春是很贴切的,所以我觉得每一首歌都是自己亲自去录的,甚至连歌都是自己自己选的。 我可能不保费了,对吧? 但是如果硬要说一首的话,那我就说一首,即将要发布的,即将要在电台和音乐榜开始打榜的一首歌,叫《随之舞蹈》。 这首歌就是比较黑暗上游戏,对,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比较更贴近,就是私下内心里我自己的一些想法,包括他的一些音乐配置,包括乐器的曲风,也都有很大的改变和抵战。 这张专辑是我和全公司的人,还有我自己也告诉我的课位是诱人,还有我刚才做的,昨天两年是我们三个年才完成制作,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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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歌曲。 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这点时间,抽出来一点时间,用心脏去的一下,我们真的要很认真的在做音乐,继续让大家一起去看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